高平方記憶體晶片 它的毛利率大概多少 跟一般的記憶體晶片毛利率差多少 一般的這個DRAM晶片 大概都是10-20%的這個毛利率 那但是如果到這個HBM的話 現在都高達 現在有HBM HBM3 又有HBM3E 請問這三種 到底如果要分一下 它差別是在哪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兩者 第一個是在容量部分 容量會持續的提升 第二點就是說 HBM3E它們使用的製程叫做 1Beta 主要是1Beta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HBM3主要是用1Z 那差別是什麼 1Beta其實是現在這個 最新的一個DRAM的製程 不知道您是否曾經思考過 全球這三大廠 HINES Samsung 還有包括了美光 您知道嗎 它們全部都有做高頻寬記憶體 而這全球記憶體的三巨頭 明年要搶HBM 高頻寬記憶體的龐大商機 到底到最後誰會是winner贏家 誰又握有最終的話語權 歡迎您要請到 原大頭顧專業箱裡 劉承欣來了現場 承欣你好 軟然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承欣問一下 AI伺服器現在需求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要很強的呢 而三大記憶體廠 現在進竹高頻寬記憶體 您之前教過大家的HBM市場 到底現在情況如何呢 根據這個報載內容 其實我們看到說 AMD或是NVIDIA 它們未來這個AI GPU 會往這個HBM3E這邊來採用 那這個HBM3E呢 跟我們之前講的這個HBM3 它的這個單價就是說 ASP的部分 它是上漲大概超過兩成的水準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張圖就是HBM它長期這個Kager 在2022到2027年 它這個產生是高達這個117% 年負責成長率一倍以上 會比一般這個低潤20%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成長 我再確認一下 HBM您剛說嘛 HBM3E這些等等 到底呢 因為AI伺服器要用的 這個高頻寬記憶體晶片 它的毛利率大概多少 跟一般的記憶體晶片 毛利率差多少 像如果說一般的這個D-Rain晶片 它們大概都是10到20%的這個毛利率 那但是如果到這個HBM的話 現在都高達60%以上 因為現在供需很緊俏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市場的餅非常大 那到底這個餅是由誰來掌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SK Hynix 它們目前在整體的HBM 它有50%的市佔率 但如果是HBM3的話 它有高達90%的市佔率 那如果說看到三星跟美光的話 它們就各佔40%跟10%這個市佔率 但我們可以看到說 而且HBM3這邊的話 其實三星的產品才剛開始推出而已 陳欣欣啊 因為你是專家喔 觀眾朋友可能還是忘記了 高頻寬記憶體叫做HBM 現在有HBM HBM3 又有HBM3E 請問這三種到底如果要分一下 它差別是在哪 第一個是在容量部分 容量會持續提升 第二點就是說在這個速度的部分 也會因為你疊的這個精力的這個 層數增加或是說你這個製程會提升 所以你的速度也會逐年的一個上升 所以如果以容量的儲存 運算的速度 HBM3E大過HBM3大過HBM 是這樣嗎 是的沒錯 是這樣子 OK OK 好來請上來 透過了這張的圖表右邊 根據呢集邦科技的資料 去年HBM的市佔率 請問一下我再次確認喔 HINESA還是第一沒錯吧 沒錯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是Samsung是第二 然後美光是第三 好那到底跟台灣廠商最相關的 又該如何來掌握呢 畢竟有三家在爭霸嘛 那我們應該怎麼看呢 這第三大廠 就變得產品發展路徑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就是說 我們過往在2021 或是2022的時候 其實它主要是HBM 2E的這個產品線 那到了這個去年就是說 H100開始這個出貨的時候 或說今年 大家比較關注這個NVIDIA H100 它其實主要就是用這個 HBM3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有顏色又代表說 已經有開始量產 那其實SK HINIX 這家公司 他們其實在這個去年的這個下半年 其實已經開始供應這個HBM3的晶片給NVIDIA 就像您剛說的它跑第一嘛 所以它最快 第二話其實是這個三星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三星其實是在今年這個第四季這邊 才開始供貨給這個NVIDIA或說其他AI GPU的一些廠商 所以說這是第二家 但大家可以看到說美光這邊 它在HBM3是沒有的 對耶 對耶 HBM3只有HINIX跟SAMSUN 是大家可以看到說美光其實它從這個HBM21的下一個 其實就是HBM31就是說它瞄準是明年的這塊餅 那明年的話是什麼樣的晶片 像是這個B100跟第二個是MI350 這些明年下世代這種NVIDIA AMD它下世代晶片 那美光他們主要是這個直接去搶這塊這個最新的市場 所以說像美光他們現在預計是說 這個明年它大約是在這個明年的這個第二季這邊 會開始有量產的產品 那如果說是這個三星跟這個海力士 那因為他們現在主要還是提供這個HBM3的產品 那他們HBM31的話 我們看到是說會是在明年的這個下半年這邊 才會開始量產 那麼第一個問題 請問不論是SAMSUN HINIX或者是美光就算美光加入 他們主要的income來源還會不會就放在HBM3第一點 第二個美光畢竟呢HBM31在明年再加進來 那我們台灣呢 到底台灣又跟哪一家廠商比較有直接關聯性 比較能夠搶得到單子呢 第一個問題其實答案是對的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HBM31他們使用的製程叫做 1Beta主要是1Beta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HBM3主要是用1Z 那差別是什麼 1Beta其實是現在這個最新的一個低潤的製程 那它的量率是比較低一點的 OK OK 那1Z其實已經量產超過兩年 所以它這個比較穩定的製程 我懂了有點像半導體先進製程 這比較成熟製程 但因為先嘛 所以呢 越高階的 它的量率就稍微還在try階段 是 沒錯 那會不會到了明年的下半年之後啊 他們量率慢慢再拉高 是 我們現在看到說1Beta量率 大約只有50%以下水準 所以這就是現在最大的一個瓶頸 那1Z呢 它現在的量率已經百分百了 已經80%以上 80%以上 其實80%已經是這個機器廠商 可以接受的一個量率的水準 台灣廠商呢 跟我們直接相關的有誰啊 其實最相關長期是這個美光自家公司 因為美光目前他們的這個晶圓廠 主要是在這個日本的廣島 那如果是在這個封撞的話 主要是在台灣這邊來進行 我確認一下 因為美光你剛講1Beta 它也是記憶體的先進製程嘛 是 它的封撞需要用到COAS技術嗎 這麼強的封撞嗎 是 就是說在HBM 它在製作完成之後 它是要疊在這個 就是跟這個GPU一起 所以它最後還是需要到COAS的製程 我懂了 上次教過大家嘛 COAS就是 Chip on Wafer on Subchain嘛 所以呢 上面有很多的晶片 都疊在上面 其中呢 CPU GPU 再加一個 HBM3E 沒錯吧 沒錯 所以呢同樣都會放在這COAS的 先進封撞製程上 那跟我們這相關的是在美光 所以囉 GT廠紛紛砸錢 擴廠 尤其是在明年 那麼明年 HBM的市場 我們該怎麼去抓它的機會 是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列出這個 三大廠 他們目前這個進程跟優勢 那其實為什麼海力士 他們可以有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 就是性能 主要是因為他們採用一個叫 MR MOF的一個技術 那相對來講 三星跟美光 他們使用這叫做NCF的技術來做這個 晶片跟晶片之間的一個填充 所以說 他們在散熱的一個表現上面是相對較好 那他們就在這樣晶片堆疊的層數啊 或者說表現上面都是優於其他兩家廠商 我確認一件事哦 就是因為記憶體你剛有說嘛 容量越來越大 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誰能夠把HBM 不管是21或31 誰的散熱做最好 誰就是贏家是這樣嗎 是的 沒錯 OK OK 所以現在HINES也是散熱最強的 散熱是最強的 OK OK 另外一點就是說我們看到說 它在1Beta的這個製程 我剛剛提到說明年 HBM31它使用的製程 其實是領先於Samsung 那當然目前還是落後於這個美光的部分 但如果綜合說 我們看到說這個散熱這個技術 或者說在這個製程的技術 他們綜合來上是領先於其他兩家廠商的 我先求認一下 你剛說1Beta製程 現在呢誰最強 其實目前是美光是最強的 奇怪 可是美國是後來才加進來的 為什麼它的1Beta製程 它會是最強啊 因為其實1Beta這個製程 它其實不是只有用在這個HBM裡面 它有用在這個DDR5裡面 對所以DDR5這邊其實我們看到說 最領先的其實是這個美光部分 安心的話 他們是有預計是明年會這個投資 這個一兆含元在這個HBM這個產能 那他們也同時提到說2024年 HBM產能會擴增2.5倍以上 所以這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商機 那美光的部分來講 他們的副總裁是有提到說 他們會積極投入在這個台灣 HBM這邊的發展 那我們認為 主要還是在這個封裝的部分 但是這兩家 它的封裝不用靠台灣嗎 是不是也要送到我們台灣 來先進封裝啊 是其實在HBM本身 它的封裝當然還是在韓國進行 但是你最後製成一個AI的一個晶片時候 因為你的GP方面要搭配一個HBM 但因為台灣有Covac的封裝 所以到最後面來講 其實海力士 這些廠商他們都要來找台灣 來做最後的這個最終封裝 最後要個答案就好了 因為陳馨你在講HBM市場呢 其實在明年期待性非常高 這個期待是不是來自於 除了包括NVIDIA還有AMD 他們這些AI晶片自行設計 但是因為它是通用型的 所以比較貴嘛 另外一個呢 包括Meta啦 Amazon啦 Facebook這些等等 太多這些的廠商 他們有自行設計的 ASIF AI晶片 這些也都需要HBM的晶片來輔助 所以商機才那麼大 是這樣嗎 是的沒錯 謝謝陳馨 謝謝您來請回座 今天陳馨呢 帶大家徹底了解 高頻寬記憶體的商機 到底有多大 現在呢 三大記憶體 近足的HBM市場 包括了最強的HINES 接下來Samsung也加進來 還涵蓋了 明年加入戰局的美光 為什麼搶呢 因為呢 根據呈現資料 2022到2027 HBM的總產值 年複合成長率高達了 117% 一倍以上哦 所以呢 前三大已經看到了 而為什麼說到明年要搶 因為從記憶體三大廠 HBM的產品發展圖 您就知道了 如果要讓他們獲利角度來看 包括HBM3 還是主要的獲利貢獻來源 因為呢 1BETA的製成 也就是 HBM31良率 現在才只有 5成左右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了 如果以台灣比較正相關的 要看美光 所以明年期待 這些的試單 相關概念股 大家等看看囉 說到這2024 HBM市場的 商機所在 以上結論 那誠心正確嗎 是 沒錯 好 感謝誠心了 今天學到了HBM31 明年的期待性 那麼明天呢 明天非常重要 因為12月18號 國人引領期盼的 廢辦期貨 即將在國內正式上路 這當作避嫌 也有多方的期待性 特色功能呢 如何來看待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 有價證券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此剩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詐騙商局 所有要求 加入胡瑞涵LINE群組 都是詐騙 請拨答165反詐專線求證 詐騙商局